主料,红萝卜300克,面粉100克,辅量,油,盐,姜,13箱,葱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红萝卜洗进去皮,用擦子擦成细丝,切好的姜末放进去,都放到一起加入面粉拌均匀,用手团成一个一个的小丸子,锅里烧油,把丸子放进去炸, 炸成焦黄色的就可以出锅了,烹饭技巧,团丸子的时候会粘手,可以用碗倒点凉水,再滴进去挤滴油,就不会粘手了炸丸子的时候,把丸子放进去先不要动,等一下再动,这样就不会溅出油了,丸子也重新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